彩礼要价30万 小伙无奈鉴定传家宝 没想到专家鉴定后却说道 你想取几个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过程 故事发生在一趟健宝节目 这天节目上来了一个小伙 小伙缓缓地走上台 并不像其他的嘉宾那样自信满满 而是垂头丧气 这样的场面与以往截然不同 小伙上台我说道 大家好 我来自山东 这时主持人热情地说道 你好 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请问今天带来的是什么藏品呢 小伙礼貌地回答 主持人好 我今天带来的藏品是一个瓷瓶 这个瓷瓶是我的祖传宝贝 一听到祖传物件 人们都眼里放光 觉得有些看到 于是主持人说道 家传宝贝那可不简单呀 快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于是一件精美的瓷瓶 就映入人们的眼帘 这件瓷瓶看起来做工非常精致 橙色也很漂亮 主持人不禁说道 真不愧是家传宝物 造型非常流畅自然 花纹也很精美 一定是出自大师级的工匠 在家中也传了很多年吧 小伙说道 是的 这个瓷瓶是祖上流传下来的 在我爷爷的爷爷时就已经有了 然后就一路传到了我这里 家里人都是十分的珍贵 主持人问道 那既然这么宝贵的东西 怎么又想着来鉴定呢 是想看看他能吃多少钱 还是说有其他的想法呢 说到这里啊 小伙儿则是满面愁容 他无奈地说道 说起这个呀 也不怕大家笑话 我来自农村 家庭条件一般 之前谈了个女朋友 现在好不容易要结婚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彩礼非常高 对于我这样的农村人 就更加艰难 说到这里在场的众人 尤其是男士 非常的感同身受 现在贵重的彩礼 的确已经成了一种 病态的现象 很多地方 尤其是乡村里 嫁女儿都会有天价的彩礼 这也就让很多相爱的人 难成眷侣 小伙儿接着说道 是的 现在就要结婚了 谈到彩礼啊 却遭遇了拦路虎 我女朋友也是当地人 但是按照他们那边的习惯 彩礼要价30万 并且女友的父母态度强硬 一分钱都不能少 如果要是拿不出来 我就要去他们家 当上门女婿了 这话说得众人都惊呆了 这年头结婚 还有这么强硬的 这时主持人 也是惊讶地说道 上门女婿可是不好当啊 那相当于入坠 男方要反过来 嫁到女方家里 成为那边的儿子不说 就连以后子女的姓氏 都要和女方一样了 不过呀 有人认为 这听上去好像也没啥 不就是名义上的连面吗 但这发生在小伙子身上 那问题可就大了 因为这在村里 非常的丢人 回村都抬不起头 小伙接着说道 人要连树要皮 家里也是毫无办法 于是就想到了 家中这个传家宝 感觉这么长时间的 应该是很值钱 于是就想让专家 看看这个瓷瓶怎么样 能估价多少钱 说不定啊 能把彩礼钱给解决了 那样我的婚事就着落了 这时主臣笑着说道 那看来你是全计希望于 这个传家宝了 现在就有请专家来辨别真假 现在看来小伙要是想结婚 把媳妇风风光光地取进门 还要看专家的鉴定结果呀 于是专家接过这个词评 就开始了仔细地鉴定 突然专家的神情有些严肃 而且还叹了口气 这可是让小伙紧张得不行 只听见专家问道 你和女友是真心相爱的吗 小伙听到赶紧说是的 于是专家又接着研究 不一会儿就说道 这个瓷器看起来还不错 整体很辉煌大气 上面还有很多的花纹 制作得十分精美 这样的造型称之为小口瓶 一般人称之为尊 这可比一般的瓷瓶要高级 它的气形也是很大气典雅 上面装饰的图案很独特 是用四种颜色的幼彩所刻画的 比较难得的是 文师的造型设计都有独特的意愿 由此可见工匠的用心 这样精美的瓷瓶观赏性非常好 听到专家这样的话语 小伙仿佛看到了希望 好像这个瓷器还不一般呢 那专家说得这样好 到底是不是真品呢 女友要三十万的财力 而且一分还不能少 这件瓷器可是关乎着小伙的婚姻大事 现在就全指望这个祖传的瓷瓶了 这时专家说道 这个瓷瓶可上我开了眼界 一定是出自绘画大师之手 而且从外面的包疆上来看 可以确定这个瓷器有一定的年代感 因此经过我的鉴定 这属于乾隆时期的瓷器 是 墨底粉彩盘口尊 是真品无遗 这样的结果一出 众人不禁为小伙感到高兴 看来这小伙的婚事是有戏了 此时小伙也是很意外 毕竟是祖上传下来的 应该不会有假 但最大的问题是 这个瓷瓶能值多少钱 够不够它当作彩礼 这才是他最关心的 专家说道 这件瓷器的艺术价值很高 并且非常有实用性 也可以当作是装饰品 正是所谓的古为金用 根据市场价值来看 价值在一百万左右 而且这只是一个保守价 以后说不定还会再涨的 这样的报价出来后 小伙可是非常的震惊 没想到这个祖传的瓷器 还挺值钱 一开始还怕连三十万的 财力钱都付不起呢 现在既然价值百万 这真的是不可思议 看到小伙不敢相信的表情 随后专家还开玩笑地说道 这个瓷器价值百万 能让你娶三个媳妇呢 你是想娶几个呢 这话说得赛场的众人 都哈哈大笑 大家都知道这是玩笑话 不过也都由衷地 特别小伙感到高兴 听到专家的玩笑话 小伙也是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直到这一刻 他的内心才真正放松下来 随后说道 娶一个就已经很难了 要是娶几个那还得了 虽然小伙这样说 不过他还是非常专一的人 为了和女友结婚 不惜忍痛该拿出祖传的宝物 这也真的是很伟大了 毕竟啊 很多家庭面对高额财礼 都望而却步 那么如果这件事情 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会愿意拿出家传的宝贝 来当做彩礼结婚吗 欢迎大家留下自己的看法